昆虫王国 走进法布尔的昆虫世界 第一章 馋 歌唱家背后的心酸 被冤枉的歌者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馋 还有很多人知道那个馋和蚂蚁的预言 预言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冬天到来之前 蚂蚁储备了很多粮食 而馋在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欢畅 没有为冬天做任何准备 一天 又冷又饿的馋 来到正在晾晒粮食的蚂蚁门前 乞讨一点食物吃 蚂蚁不但不给馋 还对馋挖苦嘲笑了一番 如果你仅凭这个预言就认为馋是个懒鬼 那可真冤枉他了 其实 馋的寿命很短 只能活五六个星期 怎么会在冬天去乞讨呢 再说 馋根本不会吃 只会喝 粮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你了解馋的习性就会知道 馋不仅不会乞讨 还是个乐于帮助别人的热心肠呢 在炎热的夏天 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 许多小池塘的水都干了 昆虫们找不到水喝 都渴得要命 可馋才不怕这些呢 他们有自己的妙招解渴 找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他们飞过去 用生在胸前的突出的嘴 一个精巧而尖利如锥子的吸管 刺穿树皮 就可以吸里面的枝叶了 馋一边唱着歌 一边吸着美味的枝叶 那感觉肯定很美妙 在大自然里 总有很多强盗喜欢不劳而获 不管是身躯高大的 还是身躯瘦小的 过了一会儿 那些找不到水饥渴难耐的黄蜂 苍蝇 玫瑰虫 金酱花金龟等 纷纷来到蝉的身边 来舔食那些枝叶 而数量最多的就是蚂蚁 虽然蚂蚁的个头很小 可它们却一点也不客气 拼命挤开别的昆虫 静止冲向洞口 有的蚂蚁甚至从蚕的身底下向离挤 好心的蚕不与蚂蚁计较 大方地抬起身子 让蚂蚁过去 好让蚂蚁舒服地喝到枝叶 可是蚕的前让反而助长了蚂蚁的野蛮行径 有的蚂蚁爬到蚕的背上 还有的竟抓住蚕的吸管 使劲往外拔 一心想把蚕赶走 蚕被这些小蚂蚁弄得心烦气躁 拍拍翅膀飞走了 这样看来 向别人乞讨 抢别人东西的 原来是那些小蚂蚁 勤劳工作 热心帮助别人的 倒是蚕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冤枉蚕 读了这个故事 我们真该为蚕平反了 音乐家原来是个笼子 我有很充分的条件观察蚕的习性 因为我家的周围有很多树木 刚进入七月份 蚕便来到这些树上 用他们的欢畅向大家宣告他们的到来 虽然我是房子的主人 可他们却根本不向我打招呼 就擅自暂时居住在这里了 反正他们趴在高高的树上 知道我是拿他们没办法的 住在乡村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天气越是炎热 蚕唱得越欢 劳累了一上午的农民 很想好好的睡个午觉 休息一下 可蚕才不给你这个机会呢 他们扯着喉咙 尽情地唱着那一成不变的奏鸣曲 要说也难怪 蚕对唱歌非常喜欢 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 为了唱歌 他们甚至做出了很大牺牲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蚕的身体构造吧 蚕的翅膀后边的空腔中 有个像柏一样的乐器 在他的胸部还安着一个响板 这个响板可以提高声音的强度 蚕的歌声就可以传得更远些 可是 因为这个响板占了很大的位置 蚕的其他生命器官不得不及在狭窄的不显眼的地方 尽管蚕非常热爱唱歌 而且也很希望他的歌声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可是 他的这种单调的鸣唱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 反而让人们感到很烦躁 当然 人们也很奇怪 蚕唱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 他们一直与我做邻居 在夏天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天天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 看到他们趴在小悬木的树枝上 有时是夫妻两个 有时是许多同伴在一起 是为了吸引同伴 看来也不是 因为同伴就在他身边 许多馋往往是排成一队趴在树干或树枝上 肆意地欢唱 后来我明白了 蚕唱歌只是出于热爱 在干燥而闷热的夏天 看着太阳一点点吸尘 蚕找个喜欢的地方 一边吸着树的枝叶 一边唱着自己喜欢的歌 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服 也很惬意 这就足够了 蚕因为有五只眼睛 所以视力很好 他在唱歌的时候 也是眼观六路 不管是来自上面 还是左右的偷袭 都能被他迅速地捕捉到 看到有危险来临 他会立即停止欢唱 马上飞走逃生 蚕的听力很不好 即使人在后面大声说话 或是吹口哨 拍手等吵闹的声音很大 也不会影响他 他照样唱得很欢 看来蚕的耳聋还是个超中毒呢 有一次 我从乡下人手里 借了一个半喜事用的土冲 在里面装上火药 看到树上正好有一只蚕 就来到树下 反正蚕也看不到下面 过了一会儿 我砰得开了一枪 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 要不是我提前把窗户关上 窗玻璃肯定要被针碎的 再看那只蚕 根本不受任何影响 音调都没有变化 依然不紧不慢地唱着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那个镇定 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这个实验 我知道了 蚕就是个笼子 虽然他每天唱着歌 可是他一点也听不见 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得出结论 蚕唱歌 不过是与生俱来的 一种习惯罢了 艰苦的地下生活 棋槽要在地下度过 长达四年的时间 每年夏至的时候 在能被阳光照射到的路上 会出现很多圆孔 这些圆孔和地面相平 孔的大小 刚好可以伸进一个手指 这些圆孔 就是棋槽 从地里钻出来的出口 棋槽钻出来后 经过一次蜕变 就可以变成一只蝉了 棋槽钻出来后 很喜欢待在干燥 阳光充足的地方 可能是在地底下 待的时间太久了 他们觉得阳光太温暖了 非得好好地享受一下 才过瘾 看那些圆孔 如果用手挖的话 根本挖不动 只能用斧头挖 看来棋槽的挖掘工具 一定是非常强大 而且有力的 要不 它怎么能穿透 那背过的泥土和砂石呢 细看那些圆孔 会发现 它的四周 一点泥土也没有 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圆孔 不像金枪 在它们的巢边 总有一小堆土 这两种巢 最大的区别在于 它们的工作方法不同 因此其外貌也就不同 金枪一般是从洞口开始工作 因此挖出的土 必然堆在洞的两边 而馋的棋槽 是从地下往上挖 把大门打通 是最后一道工序 当然 就不会往门边堆土 棋槽很聪明 它们一般将学 选在带枝叶的植物根须上 在挖掘隧道的时候 一边挖 一边用自己体内的粘液 拌灰泥 让泥土变成泥浆 然后再涂抹在墙壁上 起草把自己肥胖的身体 压在泥墙上 这样 泥浆就会挤入 干土的裂缝中 所以 我们有时在出口 看到它们的身上 带着泥点 如果自己体内的粘液不够了 它们就利用植物 根须里的枝叶来拌灰泥 是不是很聪明呀 能够在雪里自如地爬来爬去 并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 这对棋槽来说很重要 因此 它一定要把自己的雪里 弄得很光滑 适合它爬上爬下 这就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甚至会用几个月来干这件事 当洞穴快到地面的时候 棋槽会很小心 不轻易把洞挖破 而是留一层像手指一样厚的土 如果外边天气不好 棋槽就猫在下面不出来 如果外边阳光明媚 棋槽就用自己的爪 打破天花板 钻出地面 首次钻出地面的棋槽 会缓慢地在附近来回走 找个合适的地方褪皮 这些地方可以是一棵树 一片野草或一根灌木枝 找到以后 它爬上去 用前爪用力抓住这些支撑物 然后一动不动地待着 接下来 棋槽外面的皮会从背部裂开 露出里面浅绿色的蝉 这时 先露出头 下面是吸管和前腿 接着是后腿和翅膀 这会儿除了身体的最后尖端 基本已经全退出来了 现在 它开始做一种奇怪的体操动作 全身腾空 只有一点附着在褪皮上 让头冲下 转动着身体 翅膀向两侧张开 尽量伸展着 然后 用一种人眼几乎察觉不到的慢动作 竭力把全身翻过来 用前爪抓住空壳 在这种体操中 蝉将身体的尖端 由翘里退出 整个过程需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蝉终于出来了 可是 这时的蝉很柔弱 它必须在阳光和空气中 养精蓄锐 等到身体的表面呈现出棕色 它就能够飞了 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而蝉的褪皮会一直在树枝或灌木上挂着 直到风把它吹走 经过四年的地下生活 齐曹终于变成了蝉 可是蝉的生命却只有一个月之久 这就是蝉的一生 虽然他们吵闹着 向世人宣告他们的存在 这种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反感 但是蝉自己很快乐 虽然生命很短暂 毕竟充分享受了阳光和雨露 又有什么遗憾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